马可波罗 作为一名商人 并身兼忽必烈寒的特使 离开了繁华的元大都 继续向着广袤的帝国 伸出进发 前往探索一个 蒙古皇帝十分重视的区域 也是忽必烈最早征服的地区 这个省份非常遥远 它就是位于中国西南部的云南 忽必烈最初管理云南的时候 是实行双轨制 他在云南委派一个都元帅 负责军政大权 另外他还不放心 派自己的儿子做云南王 这年云南王和都元帅发生矛盾 都元帅叫宝和丁 就把忽必烈的第五个儿子 使云南王用药酒毒死了 忽必烈在镇阳了这场叛乱之后 觉得这样治理云南不行 他就改变了治理方法 他派了一个回族的大臣 叫赛典赤詹斯丁来治理云南 这个人是一个回族人 他的文化水平非常高 他到云南以后 推行重教育重文化发展农商的政策 所以云南出现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景象 马可波罗就在这个时候到了云南 所以他对云南的描写 是把云南描写得非常美好 是由于这个特殊历史环境造成的 马可波罗获得特许 可以使用蒙古帝国的驿站系统 那是汽车发明之前 世界上最快速 覆盖最广的交通网 马可波罗希望能在这一地区 搜集到更多新奇的故事 带给可汗 我听到可汗批评很多故事愚蠢不知 因为他更希望听到他所及之处的风俗和习惯 所以我确保能挖掘到那些陌生地带的故事 云南在元朝正式纳入到统一国家的版图下 这与成吉思汗和他的黄金家族 攻打南宋的战略密不可分 蒙哥继位以后就委派霍布列 负责漠南的军事攻略 因为那时候的金朝已经灭亡了 西夏也灭亡了就是南宋了 他当时知道南宋很不好好打 所以他们就一定了一个就是迂回攻略的一个 去从西南迂回 所以他首先派的是胡贝列率的军队 绕道到四川乃至藏区 于当时形成也非常艰难 走大雪山然后绕过去大峡大利国 在云南街的形成以后 他第一届工作就是绣的交通线 云南著名的原始专家方铁教授 来到了威山的马邦历史博物馆 这里收集了与云南许多驿站 马邦相关的一些珍贵仓品 研潮在云南许多驿航通线 不仅调数很多 而且它建立了非常完备的日常制度 在忽必列寒朝廷管理下 云南开始显现出稳定繁荣的气象 当地官员结合了一些汉人的管理政策 建孔庙 建学校 修异道 在这个时候 马可波罗沿着异道来到了云南 二十天以来 我穿过无人区 与野兽围舞 在马邦历史博物馆 各类藏品显示了在那个时代 马邦异道在元朝的统治与贸易往来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 马可波罗沿着异道 正是这一段历史的非常生动的一个写真 至少有三十万匹马 主要是供异道的信差使用 蒙古的帝国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在一日一夜内 就收到原本需要十天才能送达的信息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 马邦是按民间约定俗成的方式 组织起来的一群赶马人及其罗马队的总称 很长一段时间里 在山多林密的云南 马邦一直是主要的运输工具 跑马人这种古老的职业 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噶达纳是最后一个仍在从事跑马生意的女马帮头 由于丈夫身体不好 为了养家 她二十二岁加入马队讨生活 云南大理市的威山县 这里曾是著名的茶马古道交通中转站 马邦翻山越岭来到这里休息 再从这里将货物和信件运送到天南地北 今天在县城里我们依然可以找到工马队休息的驿站 每二十五里路就有一个这样的车马店 虽然是供来往的信差用的 但即使是给国王本人下榻 都不会显得寒酸 米奶奶的客栈是威山县里 众多招待马队客栈中的一个 她家三代经营马店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她客栈的生意还是非常的好 近些年 随着云南全省路网建设的完善 米奶奶的客栈没了生意 现在她靠出租房维持生活 你来摆起来 你朝你的嘴后 请祭平安 死者外道我想你们 对 我们每年拿两次 就是春节 我们来托春春 托这些毛皮 到冬季我们托长丝 托黑桃 托毛骨 托几种木崖 儿子 习天 大要一样 大换 有时间 小三十五里 小四十五里 四十五里 再长头 装着两人 有些人也要去到一个地方 一摘出来的时候 那地坑了 那倒了 一摘出来的一摘 一摘出来的一摘 一直以来 马帮是云南的主要运输工具 在1910年颠阅铁路通车 和1935年颠免公路通车以前 云南境内并没有大的交通干线 所有货物的长短途运输 全靠人背马驼 即便是在两条交通干线开通以后 云南除交通干线以外的其他地区 主要交通工具仍是马 但现在一切都已经渐渐走入历史 这就是白年了 因为拆路通了嘛 用铁膜 膜搬不想来了 我现在在这一楼了 为了生存 为了贸易获利 马帮们几乎是以自己的生命去冒险 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 才使得云南茶叶得以源源不断地运萧各地 其大规模生产才有了可能 从茶马古道到丝绸之路 商道是像马可波罗这样 来自天南地北商人的生命线 这一些故道和马电遗迹 是那个时代的见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既然有没有人 鴨翅 大骊 永昌三周中 找不出一个具有医学知识的人 当有人生病时 他的家人便去请那些 在家中供奉偶像的巫师 鴨翅是至今天的云南昆明地区 永昌是今天的宝山地区 大骊还是今天的大骊一带 马可波罗观察并在游记中记载 在以上三个地区都没有医生 人们生了病要请巫师 周廷生 异族人 文化研究员 今天他来到威山尼利武村 寻访当地一个有名的壁魔 探究这些古时候的巫师 是如何为人治病的 壁魔是来自遗语音译 壁是念经的意思 魔是有知识的长者 壁魔进行私迹 行医 占卜等活动 并可以用蚊子记事 在当地遗族村庄里 地位非常高 所以病起来以后 就是我们把您这个病 到底是我们想做今天 今天我们做的这个目的 就是说您的这股气 是已经吹救以后 就您的病以后 把我们的一个家庭 病中再就有一点重病 我们想做那个病已经 心都送以后 那个病体已经要好些了 意思就是这样 病人的症状告诉巫师后 巫师便会奏响各种乐器 同时跳起舞蹈 唱起颂歌 敬奉他们的偶像 这种行为一直持续不断 直到魔鬼附在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的身上 才停止奏运 今天 罗开亮和他儿子罗光明 将为周庭生做一场叫 《顺白虎》的法事 在遗族闭魔文化里 有一种叫《枯神的白虎》 就是两个人家之间有一些摩擦 把眼泪留在别人家的院里 致人家庭不顺 此时 就要送一个白虎 把《枯神》送走 而送白虎的仪式 需要准备几种必备的物品 包括一只火鸡和一只黑羊 马可波罗是一个欧洲人 他对云南这个比较偏远的地方 这种独特的风俗 有这样准确的记载 说明马可波罗是的的确确来过云南这个地方的 跟远递相应该早逆备的很急 当他觉得这种病可以治愈 便索取若干黑羊作为精神之物 并下令要巫师和他妻子站在一起 由他们来祭神 他认为这样也许可以得到神的恩赐 毕摩的铃声 仿佛将我们带回七百多年前的云南 此时我们和马可波罗一样 目睹着仪式的整个过程 病人的亲属马上答应一切要求 于是他们亲手在插黑羊 将他们的血洒向天空 男女巫师则焚起香毒 让香气充满病人的泉污 他们有时还用芦荟制造出一种烟雾 然后他们将煮肉的汤和香料 制成的叶汁喷入空中 同时又笑又唱又舞 意在余神 毕摩 毕摩有严格的传承惯制 它与仪族社会的复习继承制度相适应 所以毕摩的传承 奉行传男不传女的原则 在仪族人看来 毕摩是一个神圣的职业 必须限制在族体内部传承延续 使家族永远保持 毕摩世家的殊荣和地位 鼻摩是它有 一个是它有一个围虫 一个是女虫 女虫就是它有一个母义丝 这我们子子孙孙 它有一个恩赐的话 那个是得得它一个虫下个人 如果说是这恩赐不有 这姑娘那个是 这接起来的那个是 罗开亮并不知道马可波罗 但他听了周庭生介绍完马可波罗游记的技术内容后 坚定地认为 这个外国人肯定到过他们当时的遗族村寨 那国道我们的都是在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相同的 他们念出来以后 我们再听听一下都是最相同的 区别跟有一点是区别是有一点 因为是不大事 因为是不大事 那面前落之亚火 马可波罗对女性观察得很仔细 在游记中从不掩饰他对女人的关注 如孤湖摸缩足世代居住的家园 女儿国宁静而美丽 在神圣的大山中 有着满足旅行者好奇心的各种离奇故事 在卢沽湖畔的村庄里 他看到了让他惊讶不已的故事 我要向你们讲述这里关于女人的一个奇怪风俗 没有男人介意自己的妻子或女儿与别的男人共勉 这反而被认为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马可波罗在这里遇到的女人让她沉迷无比 在这个风景秀与世隔绝的地方 摩梭人拥有他们独有的生活方式 长久以来他们实行母系氏族家庭 女人才是一家之主 这对马可波罗这样信守行一夫一妻子的天主教徒来说 实在是不可思议 马可波罗对中国女人有很多描写 不同的地方的不同风俗 她都描写得比较细致 比如说摩梭人实行的早婚制 一直到近代还很流行 贫楚独马就生活在一个传统的摩梭家庭里 开玩笑的都会说 怎么你爸爸不当家 你妈妈当家 就这种开玩笑 我就会对他们说 妈妈当家有什么不好的 就会这样说 我觉得这种很好 母系家庭我觉得很好 jadi我不能担心 我们能担心 就学 бал 我们能担心 你吃了一流,要不要吃了 那我不用了,要不要吃了 所以我先去做事 你們都會做事 所以,我會去做事 然後,我們要做事 那他們做事 我去做事 我們要做事 摸索人可以说是在永灵和卢姑府定居了1500多年 一位摸索人的母戏大家庭 你看关键一点 亲情最浓 我永远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妈妈 那么我们的侯叔都深刻在一起 那么传宗级的怎么办呢 我认为摸索人的祖先李还是非常聪明的 他为了延续母戏大家庭 他们就采用了一种非常科学的一种方式 那就是现在的走婚 摸索人的传统 儿子永远不离开自己的母亲 那么丈夫若想探望他的妻子 就需要走去到他的家 也就是人们说的走婚 摸索族的姑娘可以随时更换自己的伴侣 他有权决定 他有权决定谁能进入他的房间 和则聚 不和则散 沉离木和 感情是唯一的迁徙 这或许是世界上最美的婚姻方式 我又没关系 她不信任何人 我又没有关系 我不能说 我没有关系 我不能做任何人 我会和我一样 那就是习近平的 我会和你一样 我会和我一样 我会和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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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农历7月25日 长久以来 摩苏人都在这一天 祭拜这翼翁静静守护着群山 和他们村中的湖水 大致谢谢 好 没事 没事 好 还看来我一个人在这儿 好了好了 我们的园子 才是村库学的没有什么责任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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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不说你不要躲她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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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战战 想過這樣有一個問題 過了很多很多年 然後 會不存在 傳統的文化都沒有 雖然說就是 追求自己的那個 幸福的生活那些 但是 自己 就是 祖傳下來的那些 就是傳統的文化都沒有了 會感到後悔 反正社會在變化 然後 雖然要繼承這樣的文化 但是還是要 試著生存 讓她們走 去 這兩個 那些人 是 你給我 知道 我 知道 這 是 马可波罗掉头北上 他将要前往大汗刚刚建好的新都城 大都北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